大家好 今天一如往常 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要開箱啦 最近開箱的頻度有點頻繁 都是 最近買的比較多 我最近在 處理Pouch 就收納袋這個事情 收納袋的事情 那收納袋的話是什麼呢 收納袋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EDC的話它通常很小 所以說你不把它收著的時候 你有可能會不見 所以說我們收納袋 有什麼用途呢 第一個我有可能 有需要是能出門的收納袋 這個我們就稱為C型袋 這也叫Pouch 那有一種的話 是我不帶出門的 我就光要在家裡面做收納的 做把玩的 那一種的話不出門的 也叫Pouch 那英文來講的話都一樣 我們就把它叫做C型袋 或者是收納袋 收納袋就是不出門的 C型袋是要出門的 那我最近的話有完成了 我的隨身C型出門的最佳方案 那這個最佳方案的話 我改天再跟各位說啦 也跟各位談一下 我隨身要帶出門的話我會考量到什麼 還有什麼情況下的話 才有可能會帶出門 我們很多時候的話 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講的說我們東西有多好帶 又多理想 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會帶出門 那不會帶出門的原因 很簡單就是因為它太大又太重了 那所以說我們隨身 能夠帶出門的C型袋的話 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考量到它的重量 又考量到它的體積 同時呢你又要兼顧到所有在戶外 或者是說我們在城市裡面 有可能隨身會遇到所有的困難 我們都要能夠找到解方 所以說這很困難 這部分的話很複雜 我改天的話跟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 我要隨身帶出門的時候 會做哪些考量 以及我現在最完美的解方是什麼 好 那我就來說明開始開箱了 那我同樣也是挑一件東西來開啦 我通常都拿剪刀 那我用 今天我用那個 Victorinus 我用瑞士小刀 那這是我 也不只是我啦 非常多的EDC YouTuber 非常推薦的這個叫做 Victorinus 瑞士小刀的Compact 這個型號 它的編號應該是1.3405吧 我記得 那它非常棒 那我改天的話會為它專門做一集來做介紹 以及我會把我所有的Victorinus 瑞士小刀全部都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我們在都市裡面最佳方案 好 我先開箱 那一樣我還是用最習慣的剪刀 那這件的話是從Amazon買的 Amazon買到的商品 那我上個禮拜五 也就是5月19號下單 那今天也就是第七天送到我的送達地址 那總共花了七天 那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速 那Amazon的話 而且我這次是不用運費的 因為它有一些方案的話 有些商品它能夠搭上 固定買到一個金額就可以免運費的方案 那運費的部分我也會省下不少錢 那這次的話 這個買的這個包包的話 總共有三件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它寄件又很快 又免運費 所以說其實我蠻推薦 也不只是我啦 很多的YouTuber都蠻推薦在Amazon上面買東西 那Amazon他們的包裝的話 也都還算是蠻完善的啦 至少到我手上的時候便沒有破裂 那速度又快 那我這次的話呢 有什麼 好 裡面的話就是有一張收據 它是Amazon的清單 對那 好 這邊的話就是我的商品 總共有三件 那這三件的話 都是同一個品牌 它叫Maxpedition Maxpedition Maxpedition M-A-S-P-E-D-I-T-I-O-N Maxpedition 那我分別買了三個Size 一個是 同一個系列的 Micro 一個是Mini 一個是 Medium 不是Medium 就是它的 它本來就是這三個Size 然後呢 用三個名稱去稱呼它 一個是Micro 一個是Medium 一個叫EDC EDC就是最大的Size 叫EDC 那最小的Size叫 Micro 那中間的Size的話 它叫Mini 這就是Mini 對應該這個叫Mini吧 好 我看 Maxpedition Break 好 那 這是最大的 叫做 Maxpedition EDC 所以說我們從左邊看過來 這個最小的 這個最小的 左邊這個最小的 它叫做 Micro Mini EDC 同一個型號 但是呢 是不同的尺寸 同一個系列 那我就分別來開箱 那我從最小的開始 這個叫 Micro Maxpedition 這個牌子的話 大家在EDC的YouTuber的一些節目上面的話 非常的看到 常看到 這個應該可以說是市占率 超過百分之六十的Pouch 很多知名的YouTuber都用它 那我來說明一下為什麼 那我開一個最小的型號 那這個品牌 Maxpedition 很有趣啦 大家看得到 他們這邊寫什麼 Made in Taiwan 台灣製的喔 可是我在台灣 並不好買 我居然是從美國買的 從美國Amazon買的 那你想說 我們可能是沒有在 嘗試著在台灣 尋找它 那當然不可能 我這種人 不是這樣的人 我一定會在台灣尋找它 它是真的不好買 我才從 Amazon上面去買 好 那我們看到它 它是這樣子 它的Size 不大 但是 坦白說啦 我覺得它也不算小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這個人 要求的 非常的 嚴酷 確實 我們任何的EDC 叫做 Everyday Carry 你要能戴 它絕對不能大 這隻手機啊 我拿來做比例次 它是 Samsung的S23 Ultra 你看它做比例 它確實小一點 但是說實在話的 我覺得它的Size 勉強及格 再大你就是不能帶出門的 當然啦 我們也可以在家裡面 然後做收納啦 好 所以說這個Size的話 它是一個 還可以做吸行帶的Size 不過它說實在話 它並沒有一個 很好的外出吸行系統 怎麼說呢 像這一個的話 它是有 它是Opocar 我已經有完整開箱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那它有一個很好吸行系統 就是它這個磁吸系統 它叫做 Hub Hub Kitchen系列 那這個就很完美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吸行的系統 所以說 一個好的Pouch的話 它必須要跟它周邊相搭配 它有很好的周邊 它才會成為一個好Pouch 就好像有一個好的電器的話 你要成為一個好電器 你應該要有一個好的APP做搭配 就是一樣 那這一個的話 我覺得它的 產品定位有點 有點奇怪 就是說你看喔 你不能夠帶出門 但是 你到底要不要讓它帶出門 你看喔 你要讓它帶出門的話 你又沒有一個很好的掛鉤給它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個是一個掛鉤 那我們在上面再掛一個那個 D型環 或S環 好吧可以 你敢講我敢接受 但是 我算是一個很好的吸行的一個解放 反倒是另外兩個的話 它後面還有Mori系統 這可能還可以掛在腰帶上面 或者是跟其他包包做結合 那我們等一下來說 我們再專心的講它 那它沒有 但是偏偏它又是最小的 它是最有機會當吸行包的 好 那我們一個好的Pouch 的話 必須要這樣子 它必須要是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工具帶 所以說它必須要像書本型的彈開 好 所以說它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那我們在 這個Max Petition的話 它受人推崇的話 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它還蠻輕的 第二個是它這個尼龍 相當的耐用 它應該是500D的尼龍 好 那它是不是 Corella尼龍的話 我不知道 那像這一個的話 它就是Corella尼龍 它是VS21 沒關係啦 這個一直出現 我改天再為它做一集 我們再改天再講 我們就先講它 那它這一個的話 它也是一樣 右邊是兩個大的 那大的 我們通常都是會放那個Multi-Tool 像這種叫Multi-Tool 就是 多功能小工具 你可以這樣子放著它 那放著它的時候的話 那另外一個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這是一個雷射筆 你想說我們的雷射筆 為什麼搞那麼大字 因為很簡單 因為它的功率相當大 因為我有時候 我需要在夜間做一些工作 所以說 我夜間的雷射筆是有需要的 它是綠光的 然後它功率很大 所以說 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必須要忍耐它的size 好 那我覺得Max Petition的話 它有幾個特色啦 就是說 它這兩個後面的大口袋 我覺得是ok的 是蠻好的 是蠻好的大口袋 那 因為你可以放一些筆記本 或者是說 你可以藏很多 我們在Urban裡面 有需要用到survival kit 例如說像藥品 包紮 或者是說 一些 什麼膠帶 等等的零零碎碎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包裝好 以後放在後面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地方 那再來是說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在前面的話 它有一個網狀的結構 所以說你這個網狀結構 你可以臨時插一些東西在這上面 那像很多人會在這邊 會插那個 威士小刀它的那個Tool Tool Card Multi-Tool Card 一個卡片 我改天再跟各位介紹吧 然後他就把它放在前面這邊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結合 那它的Size的話 這個Size 它應該是 大概是 12公分左右吧 那我們 可以做一些比例池 做比例 這個是 這個Charge TTI的工具 這是Charge TTI 那比例是像這樣子 這是中型的 這是最小的 這是Micro 好這個 還不錯 那這個的話 我等一下再一併的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這些東西買多少錢 不貴啦 說實在是不貴 那第二個的話它是中型的 中型的它叫做 Max Petition Mini 那Mini的話我就買黑色的 那顯然說 我為什麼三個都不買同一個顏色 因為我們通常EDC 我會比較常買黑色 而且 在網路上的話 我最常看到的 還是大家都用黑色 那為什麼我這個用 這個草綠色 兩個原因 一個是 我想要換個口味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它的黑色並沒有搭免運費方案 所以說 我就帶了它的 這個 森綠色 好 那我這個中型的部分的話 我買的是黑色 那同樣是Made in Taiwan 那中型的 這一個就非常非常多人用的 因為這一個size的話 它非常的適當 那你可能還會覺得說 它有點小 但事實上 我們玩EDC的人 不是在比東西大 我們反而是需要它的吸行性 所以說EDC everyday carry 不會太大的 那所以說這個size是很剛好 那這一個 拉鍊的話 它們都是用 我印象中應該是用YKK的吧 是的沒有錯 它是用YKK OK YKK的 那個 拉鍊 大家有看到 那它中間不能夠放筆 那 Mini的話 它有一個鑰匙環 鑰匙的勾 OK 這個蠻好的 整個來看的話 我覺得Mini好得多 因為它 它在這個掛的部分的話 它有大跟小的給你選擇 你可以掛大掛小都可以 那只是說我覺得它們東西的話 它下面都沒有做一個口袋 所以說你東西拿紙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從這邊滑落 對 那整個來說 我覺得很好啦 因為我說實在話的 我們的EDC的話 這個size是最實用的 不要再大了 好 你再大就不可能Everyday carry 那我們 應該是要把我們需求降低 或者是說我們把我們小要用的東西縮小 或是讓它變成多功能化 那這個才是一個玩EDC的人的態度 好 那這中型的我覺得也是還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最大型的 最大型的 它的型號的話叫做EDC 就是它們叫做Math Petition EDC Legend傳說系列 Legend series 好 那這一個是最大的 那這一個最大的話 它基本上不是要讓你帶出門的 這個不可能Everyday carry 這個的話是要讓你把所有你的EDC的話 全部做一個collection 好 全部做一個collection 那當然啦 說實在話 你要真的要把我所有的EDC 全部在裡面做collection的話 這個恐怕是不夠啦 對 那 不過沒關係 這一個的話我覺得是 也還不錯 那這一個的話就可以把你所有的工具 還有包含了一些 你的創意 或者是在網路上學到的一些功夫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這一個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個的話就是做一個Total的收納 而且它放在家裡面做Total收納用的 那這一個的話 它比較定義是在那種Urban survival Wirelife survival 你想要在野外 你可能需要出一個任務的時候 你要帶的東西 它有任務性的 這是有任務性的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無腦袋的 就是我每天我出門的時候 我最基本要把它帶出去的 就是說 例如我出門的時候 我會帶multitour一個 然後我可能會帶一種夾子啊 那個什麼 鉗子啊 像這個 這個就是 它的頭被我蓋住了 Ninepass Cobra 這個是老釣牙的EDC 那越是老釣牙的話 越多人使用 這個真的是 我看到太多YouTuber 我沒有看過 沒有不介紹這一個的 那太厲害了 我改天的話再跟各位介紹 那我自己 之前也有拍一個影片 是在說明這一個小鉗子 那個影片的話 就請大家回去做一個 這個回顧啦 那這三個袋子的話 我覺得 都是不錯 那我就不秀體積了 因為我秀了體積的話 坦白說啦 也不會有人 能夠有感覺 我帶一個東西 給大家做一個比例詞 這是我們的一個 礦泉水瓶 礦泉水瓶 礦泉水瓶的話 我們就把它當比例詞吧 這是一個600cc的礦泉水瓶 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比較 你在做比較的時候 你才會有感覺 它的size 那這一個的話是mini mini的話 它的體積的比例 大概是像這樣子 好 那這一個是micro 然後micro的話 它的體積大概是像這樣 這是一個600cc 我們最常見的寶特瓶 那這個是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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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說也不算很大 還好 但只是說這個不可能 每天帶就對了 而且這個東西帶出去的話 你要搭背包 這個也要搭背包 這個有可能 你可以掛在腰肌 好 你可能用一個勾子把它勾著 那比較可惜的是 它後面沒有在做一些 皮帶上面的套件 這是比較可惜的 細形的效果 並不算很好 那但是 我說實在話 不過我說實在話 我一定不能講說 他們三個便宜 我來說明一下 他們三個分別多少錢 這個是540塊 540 台幣 NT Dollar 這是 711 NT Dollar 那這個的話是 820塊 NT Dollar 不算便宜 那 這個價錢的話 分別是 17.3 US Dollar 這個是 22.80 22.80 US Dollar 這一個是 26.27 US Dollar 就這樣子 那我們這三個的話 就跟各位介紹完畢 好 那我們下次的話 下集預告 就是我要開 我要說明一下 我的每天攜帶的方案 的幾方 這包太厲害了 這包太厲害了 好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下次見